我们对个别国家公然诋毁香港国安法 干预特区法制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这五名外逃的反中乱港分子涉嫌危害国家安全 香港警方依法对其予以通缉是必要正当之举 符合国际法及国际通行惯例 包括美国、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法律 也都具有预外效力 五名乱港分子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 干的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勾当 美英为反中乱港分子摇旗呐喊 暴露了他们搞乱香港的险恶用心 我想强调的是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 中方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 有关国家应当尊重中国主权和香港法治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